教宗方济各星期天早上在神学院受到了主交门的热烈欢迎 他在费城访问期间吓他在那里 梵蒂冈稍早时表示 教宗和五位遭到性侵 有些是遭到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人举行了私下会晤 许多受害者表示 梵蒂冈在解决长达几十年的性侵丑闻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但是在星期天的会晤之后 教宗誓言要让性侵儿童的人承担责任 上帝为儿童被亲而哭泣 这些事不能被隐藏在暗中 之后教宗还访问了费城的监狱 监狱犯人赠送给他一把守克的墓椅 教宗一再表示反对死刑 他在美国访问期间重申了这一点 他告诉监狱犯人 没有人是不值得救赎的 任何一个社会 一个家庭 如果不能分担或严肃对待其子民的痛苦 而是把这种痛苦看作是习以为常或理所当然的 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就成为一个囚牢 并有可能受到各种痛苦的危害 我是以牧者 最主要是一个兄弟的身份来到这里 分享并分担你们的近况的 教宗前往费城市中心主持最后一场弥撒的路上 从作家中向沿途数十万仰慕者挥手之意 在隆重的弥天牧撒期间 教宗告诉惠仲 表达爱的最好的方式是他所说的生活中 特别是家庭中一些微不足道的举动 这些是父母 祖父母 孩子以及兄弟姐妹之间 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 他们是温柔 恩爱和怜悯的象征 对于教宗此次来访 很多人持肯定态度 我感到欣喜悟狂 充满了平安 他的声音非常有力 我认为他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教会中的很多问题 星期天晚上 教宗乘飞机离开美国 返回梵蒂岗城之前 副总统拜登率团为他送别 美国之音记者拉斐尔的报道